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觉得呢 越是到寒冷的冬天 气候越寒冷 大家是越要加紧锻炼 只有身体好了才能抵抗这些寒冷的天气 有一个很好的去处 就是来到我们的钟摆超人 可以锻炼一下身体 而且可以拿奖金 很多女生会说 哇 好高哦 好害怕哦 不用害怕 我们已经有女超人通关了 所以呢 电视机前男生女生在等什么呢 赶紧拨打报名电话 025-8543-1818 或者是发送我要报名到1337-2002-818 是 我们的游戏呢 非常简单 我总结了 只要有两点需要注意的 首先是抱住我们的时钟的钟摆 抱紧了 绝对不要松手 第二点非常简单了 回答正确我给你提出的问题 非常非常简单 游戏具体怎么玩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的规则VCR 选手双手抱住指针进行游戏 在指针转动的范围内 回答警示人提出的问题 每答对一道题目将获得相应的奖金 如选手在游戏过程中从指针上掉落 得奖金清零 好的 规则大家都非常清楚了 来到我们节目 拿奖金就是那么简单 好 那么马上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一轮选手 有请 有请 超级老爸 俱勇闯关 大家好 你们的口号好像不太齐嘛 来 总期的再喊一遍好不好 好的 超级老爸 俱勇闯关 好 欢迎两位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来是来自南京视觉艺术学院的计算机老师 我叫汤伟 今年32岁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京视觉艺术学院的摄影系学生 今年20岁 我叫杨志恩 一个是老师 一个是学生 但是不对啊 刚刚说超级老爸 以为是爸爸跟儿子 我说这爸爸好年轻啊 其实是这样的 他呢 是我的学生 今天是师生 那你又是老爸 对不对 今天呢 来参与这个装摆超人的节目啊 也是受我女儿的启发 老爸 你一定要勇敢一点 我一定要看到你在这个台上啊 当一回超人 因为现在鼻子的超人 Rust 过了很多人 是不是这样 是 为什么没关系 北 Ale 现在早休з 现在一直没关系 建议的 卫登 他说的是实话 他说的是 其实不论老爸能不能过关 在他心里都是超人嘛 对不对 为什么会选择师生同台 因为在我们印象当中 老师都很凶哦 对不对 其实吧 那个来到学校之后 然后通过一次偶然的机会 和汤老师聊天 然后发现咱们是老乡 老乡 然后就聊得特别投机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 不管我的生活还是学业方面 他都比较照顾我 其实在学校吧 我把他叫老师 私底下咱们就是哥俩 他就是我的一个好哥哥 形容一下你这个哥哥呢 平时会怎样 他吧 为人太和善了 太和善了 你们会欺负老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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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还有就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对女儿太好了 好爸爸 我觉得真的 找一个老师当好哥们 最大优点就是 他这门课你永远不会挂科 哎 我当时想的 他他他他真实目的暴露出来了 他不但没有挂科 他还考过了相信谁 计算机一起考试 哎呀 就是平时你会给他很多的这种辅导 对不对 关键是他自己也很努力 哎呦 两位啊 老师教得好 老师教得好 哎 那今天你觉得你的老师能过关吗 刚刚女儿说了 爸爸不能过关 我觉得咱们老师这么和善的一个人 不管他过不过关 他都是我的好哥哥 你这么说代表着你对他没有任何的这个鼓励啊 对不对 你预计一下 对你预计一下 他可以今天答对我们多少道题 我预计的话 他今天晚上可能会请我吃饭 啊 你觉得他能够答对题啊 他可以请我吃饭 我预计他在三点钟的部分掉下来 也不会那么快 对不对 尽力啊 今天毕竟主要在这边看你 我用那个喜羊羊和灰太狼上面的一句话说 待会儿说 爸爸你又飞了 爸爸你又飞了 你会不会说这个话呀 不会啊 就给爸爸加油就好了 好的 看爸爸表现啊 首先是老师先上对不对 好的 好我们现在汤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升降机上 要给自己的学生做一个好榜样啊 爸爸加油 他我已经想了 爸爸加油 对 女儿在这边给你加油 爸爸加油 用这个灰太狼里面的一句话就是 我还会回来的 赶快要回到我们这边 这是失败之后才能这么讲的 啊 真的 感觉汤老师现在已经迫不及待了 汤老师 你感觉高吗 呃 我 我感觉 我准备起飞 准备起飞 汤老师现在兄弟又有点手了 对 感觉 人间大胞可以发射了 汤伟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准备好 报警了 别松手 中百超人 Let's go 2010年世博会主办权最终是由我国的哪个 啊 汤 怎么就掉下去了 我第一道题还没有念完 汤老师 来 汤老师 他喜欢跳 他喜欢跳 哎呦 那你知道跳下去意味着什么吗 失败了 失败了 看来女儿的预测啊还是非常准确的 但是呢 我刚刚啊 预测的失误了 我刚刚预测他老师在三点钟左右 结果一点钟就超下汗 呃 平时一点钟在干嘛 中午一点钟的时候 呃 中午一点钟在午休 午休 你看 确实要 所以今天呢 可能是中午啊 咱们电视台的伙食太好了 吃的有点懵 老公学不足 站在上面来腿打菜 对 所以当时就想下来 还是休息 所以我觉得你看 爸爸爸爸不好意思啊 没有当一位超人 哎 你会怪爸爸吗 不会 肯定不会 我讲了嘛 不管成不成功 爸爸永远是女儿心目当中的超人 而且汤老师是教计算机专业的 可能平常在电脑面前工作的时间或者会比较多 所以说在这里也希望 因为到冬天了嘛 希望汤老师可以平常多多锻炼身体 好不好 有一个好身体 学生现在啊表情哦 有点纠结 深所 他在考虑我是要不要超过老师呢 这是一个问题 你平常爱运动吗 平常啊 嗯 平常比较懒 比较懒 不爱运动 那刚刚博恩也问 你会超过老师吗 成绩 起码要过六点吧 起码要过六点 但是 你成绩比老师好 这个好像不太说得过去吧 小心回去就挂科 我告诉你 那就 他刚是到一点是吧 嗯 十二点是零点对吧 对 对啊 跳我就到十二点吧 零点对不对 直接跳下来 不要抱着 直接跳下来 哪有了 要尽力好不好 刚也说六点钟的位置 那大概能答对几道题 如果不掉下来的话 我会一直往下打下去 好 加油了 挺准备 杨志恩 学生 现在呢 已经上了我们的高台了 杨同学 今天为了参加我们的挑战 还穿了一条游泳短裤 真的嘞 真的是游泳短裤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皮肤有很多的接触面 会在我们的钟摆上 这样子的话会有摩擦 然后就容易抱住我们的钟摆 杨同学 你的胆子大吗 好 恐怕 感觉你到上面 特别不好受 他老师跟我讲说 带我今天来体验一下 挑战一下自己 我想对他说 钟摆超人 我就是超人 杨志恩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请准备 抱紧了 别松手 钟摆超人 终摆超人 Let's go 张国之渔 2001年第一个公开的圈内男朋友 是哪位香港偶像男歌手 钟星驰 我答错误 陈小冬 风中游躲 雨作的云 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是哪位台湾著名女歌手的代表作 钟星驰 我答错误 梦天 2012年甘纳电影节开幕式上哪位内地女演员身着瓷器装走红地盘 哎呀 杨同学平常很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吗 好刚刚也是没抱住大概到五点钟的位置就掉下来了是吧感觉怎么样在上面 我觉得其实吧 确实挺累的挺难的 因为比较滑嘛 然后也有点紧张 受了点出汗 最关键的是啊 你平时不爱运动 对不对 手臂啊和腿部都没什么劲 来我们来听一听汤老师对他今天的表现 满意不满意 觉得怎么样 今天这个我的学生啊也尽力了 他平时呢 这个虽然不怎么锻炼身体 但是他今天非常好 绝对尽力了 风中游躲 雨作的云 这首歌是 周星驰唱的 周星驰出新歌 我怎么不知道 这首歌我不知道喜欢你 我小时候 但是刚才抬上去是懵了 你会唱吗 不会 不会 知道是谁的吗 现在 不知道 孟廷伟的 他真的是懵了 你刚才把答案都已经告诉他了 但是我觉得今天来完我们的比赛 可以一起结伴锻炼 说明两个人身体慢慢就变得越来越好了 没错 经常锻炼啊 谢谢 谢谢两位 谢谢宝贝 谢谢你 好 接下来请上下一位选手 有请 哈喽 大家好 你好 自我介绍 我是来自南京的大四的应届毕业生 我叫洪峰 马上毕业了 对对对对 都会想就是找一份什么样的工作 对不对 我是想自己创业 自己去做一个婚庆类的一个公司 哦 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呢 呃因为我本身就是学播音主持出生嘛 哦 然后就是想根据自己的专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因为进不了电视台吗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开玩笑了 嗯 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婚庆啊 因为年纪轻轻的会 会跟这个婚庆行业接触没那么多啊 呃 然后就是过着幸福的生活啊 还有那种 我比较向往那种 有家有小孩的那种感觉 虽然我刚毕业 思想很成熟嘛 目光也目光也很远大 对不对 喜欢看到别人成双成对 那今天为什么会来到我们的舞台 想挑战钟摆超人呢 对呀 我说我是过来看天天姐的酒窝 你信吗 天姐酒窝 你能找到她的酒窝在哪里吗 嗯 还蛮好找的 我开玩笑 其实就是说 呃因为我 特别喜欢这个节目嘛 然后我在12月份 可能就把自己的公司成立起来了 嗯 其实我是希望呃 天天姐呢 还有 博源哥哥 能够呃 光临 然后去呃 给我增长一点人气啊 我们俩是光临是 抢你的活干 还是我们俩 他让我们当新郎新娘 哎不太合适 不是 不是 嗯 怎么说呢 就是说呃 就当私仪是吗 对对对 然后就是 呃 怎么说 我是特别希望二位能够呃光临我成立的公司 然后去我捡个彩 大学生创业很不容易的 所以呢 我们会尽力的去支持你的 嗯 谢谢谢谢 那我看洪峰其实刚上来的时候声音也很洪亮 嗯 而且看起来很结实 是不是体力不错 平常是应该锻炼的会比较多 呃 你觉得他结实啊 我觉得是虚胖呢 啊 虚胖吗 不不不不不 我这个是怎么说呢 我刚出院 然后是院士在住院的时候嘛 就是挂那个吊水比较多 所以 水肿 对对对 哎呦 你还蛮会为自己转 不不 我之前是跑五千米的 啊 跑五千米 有功力的 耐力不错 那今天你觉得你能坚持多久 嗯 看命运吧 看命运 会不会像柏员这个上面的小钟 三点钟的时候 指向你就掉了 他有三个 那就是九点钟 九点钟 好 希望今天有好成绩 洪峰请加油 好 大肆的学生洪峰 现在呢 马上啊 毕业准备自己创业 今天来到我们舞台上呢 要挑战一下自己 在看他这个身材 你觉得他像练五千米的吗 他说之前嘛 肯定是小的时候 比如小学的时候啦 可能幼儿园的时候练五千米的 其实是在上幼儿园之前 哎呦 哎呀 你还真肯说 现在这么高 你害怕吗 怕 男生哎 我们女生都能过关 你会怕哦 没有没有 我从小就比较恐高嘛 哦 那我告诉你啊 闭着眼睛 不用去想 就感觉在平地上面 好不好 好的 虽然这些安慰的话呢 有点 有点强 根本听不进去啦 这个时候 那么高 加油啦 好不好 OK 洪峰准备好 报警了 别松手 钟百招人 Let's go 古语 五十有五 而至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什么 四十什么 四十什么 四十 四十啊 四十 过一个答案 报啊 回答错误不获 来 被称为QQ支付的 现任腾讯公司的CEO是谁 呃 随便 回答错误 马华腾 曾担任谷歌中国区总裁 因致力于帮助青年大学生 哎呀 五点半 五点半 我感觉你现在的状态啊 像跑完了五千米 两个五千米 跑完了一万米 比比比比较艰难 比较艰难 对对对 难在哪里 难在他太胖了 哈哈哈哈 水肿 我觉得你来上这个之前 应该去上个厕所可能会好一些 哈哈哈哈 比体重大概有得种方便说吗 呃 在住院之前是138 住院之后是150 哦 那其实呢 呃 在注意身体的同时呢 呃 现在身体恢复力要加强锻炼了 对对对对 所以呼吁大家健康第一 健康第一 要多锻炼身体 那也希望你能够创业成功 好不好 谢谢 谢谢红封 谢谢 走车 哎呦 嘿 哇 哎呀 古林高手啊 没错 这位选手感觉体力不错 好 欢迎 来 大家有请 来到我们中间来 自我介绍一下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两位主持人好 我是一名高三学生 我叫纽聪 哎呀 高三学生 平时学业那么紧 然后还去练武术啊 是敢问大家诗成何处啊 没有一直都是我自己的一个个人爱好 哎呀 那你刚刚练的这个是什么 什么套路啊 什么拳 是太极中的一种叫禁忌太极 禁忌太极 因为以前的太极都是 一个大西瓜 然后中间一半 左边给你 右边给他 就节奏很缓慢 你这是哪个门派的扣植 那现在的是禁忌太极 跟以前的有什么不一样啊 对就是用来进攻和比赛一类的 哦 那你是进攻为主 还是比赛为主 可能是自己学来 想以比赛为主 想以比赛为主 毕竟现在高三嘛 然后马上就要考大学了 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计划 嗯 因为就是自己学武术嘛 所以想要去考体育学院 考体育学院 然后考有这个 比如说哪个门科呢 太极科 太极门 对因为考体育学院的话 它是有武术专项的 就是想往这方面发展 现在练完武术之后啊 感觉满头大汗的 体力消耗了不少哦 嗯 我想应该可以吧 应该可以 因为他自重很轻嘛 本身体重也没多重 然后呢平时又经常练这些武术方面的 我相信没问题的 那知识面怎么样 平时喜欢看书嘛 嗯 比 比较喜欢看国外名家的小说 比如俄国的齐克夫 哦 好深厚的样子 我以为他平常钻研武功秘籍 没想到还看一些国外的小说 以为看金庸的小说会比较多 是 好 希望今天有很好的表现 加油 嗯 牛聪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升降机前 先是一位高三的学生 马上呢准备考入他理想的大学 平时也是位武术高手 是 这也算是他考大学之前面对的第一个挑战了 希望他可以成功 对他来说 你觉得这么高会有难度吗 可能会有一点吧 可能会有一点 对对因为刚刚也耗费了不少体力 那你现在要不要休息一下 给你一个小时休息 先盘膝打坐一番 牛聪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牛聪请准备 报警了 别松手 钟摆车人 Let's go 不知戏夜谁才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首诗描绘的是哪种树在春天发芽的景象 柳树 回答正确 已故英国著名乐队劈头师的主唱 约翰烈农的第二任妻子是亚洲人 请问他是哪国人 日本 取答正确 哎呀 人会患坏血病 皮肤和齿银都出血 是缺乏什么维生素 血 打算维生素C 三国演义当中三鹰战旅部的三鹰指的是 哎呀 我觉知道题他肯定能答对 结果他掉下去了 我其实还满看好扭葱的 来我们喜欢练武术的这位选手 呃我以为你能坚持到最后 怎么会在大概五六点的位置的时候就掉下去了 可能刚刚在想问题的时候 我有点紧张了一下 加上本来也耗费了一点力气吧 可能 我跟你说 其实在我们这边难度是在哪里呢 你又要抱住我们的柱子 要耗费体力 同时还要听题目 要回答正确 其实有一点难度 对不对 是 比较考验他一心二用 对不对 你看扭葱是练太极的 说不定你下次改换一个别的 比如说练个轻功再来挑战 我觉得可能会好一点 练轻功 好也希望扭葱的能够考入你理想的大学 继续加油好不好 谢谢 谢谢扭葱 加油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选手 有请 大家好 我叫葛志怀 主持人好 嗯 你好 现在从事什么工作 自由 就是公司职员 公司职员 嗯 那怎么会想到来参加我们节目 今天穿的还蛮运动的 就像西红柿炒鸡蛋的感觉 对不对 对不对 因为比较宅 然后 比较宅 比较宅 然后女生不喜欢这样 现在没有女朋友 哦 现在没有女朋友 今天是来征婚的还是 你说说 交友 来交友 来交友 说不定我们有这个女生参赛嘛 对不对 那我想问一下 你心目当中理想的女朋友 是一种什么标准 只要心肠好一点就是 那对外貌有什么要求吗 外貌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要求 就觉得心肠好 我感觉它是属于可能会 人会比较老实的那种 很踏实的那种 对 所以呢 想找一个稍微 心肌善良一点的 然后自己不会被欺负 是不是 那你会对女朋友好吗 会啊 比如说呢 你会做哪些事情 会做饭 洗衣服 什么都会 什么都会 带孩子也会 那要先找到女朋友 才能带孩子 那比如说你用个什么拿手的菜 西红柿炒鸡蛋 还有吗 糖醋排骨 糖醋排骨 你会 还有别的吗 红烧鸡鱼 没有 都是荤菜 女生现在不一定爱吃荤菜了 有些女生想减肥啊 青菜那个青菜蘑菇 青菜蘑菇也会 你看多好 你现在爱什么运动 我喜欢篮球 然后经常打篮球 上高 上学的时候嘛 然后那时候还有很多女生 喜欢我们这样的男生 喜欢你们这样的男生啊 那个时候有女朋友吗 有啊 哦 平时啊 还是要多打打篮球 然后呢 让自己变成运动型男 好不好 好 今天在我们的这个钟摆超人上 运动起来 好不好 好 加油 好 加油 其实啊 我在想他今天来的目的 是不是要挑战 还是说想找女朋友 我只要说的是 曾经的运动型男 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大家还是要引以为戒 我告诉你 要多运动了 对不对 今天要有实力证明自己 你是最棒的 好不好 站在上面 你感觉高吗 还好 不害怕 你看他的手 完全找不到一个正确的姿势 你是在调整姿势 调整一下 你就这样可以吗 可以 这个姿势舒服吗 还行 还行 一会掉下来的时候 你要很舒服的姿势掉下来 尽量不要掉下来 好的 你这把衣服掀进来 是什么意思 增加摩擦力 增加摩擦力 那干脆你把上衣脱掉好了 上衣不能脱 上衣不能脱啊 人家是来交友的 矜持一点好不好 矜持一点 矜持一点 穿上这个新红炒鸡蛋的服装 颜色还不错 很鲜艳 葛志怀准备好了吗 好的 请准备 报警了 别松手 终摆超人 Let's Go 三教九流中 三教指的是佛教 儒教和什么教 佛教 儒教 给我一个答案 耶稣 耶稣 地球上一共分为多少个时区 24个 回答正确 太阳直射北回归线这一天 也是一年当中白天最长的一天 在24节气当中 叫什么 叫 大概是六月份的时候 叫什么 叫什么 六月份大概想想是什么季节 夏天 叫夏什么 夏日 回答正确 俗话说吃得苦中苦的下一句是什么 三维人 回答正确 俗话说前人栽树下一句是什么 后人诚良 回答正确 世界上种植面积最大 种植量最广泛的粮食作物是什么 是什么是什么 粮食作物 平常最爱吃什么 粮食 粮米 回答错误小麦 六处声望 六处兴旺当中 六处指的是猪牛马 时间到 恭喜宝贯 不错 不错 回答对了四道题四百元 现在心情怎么样啊 非常高兴 非常高兴 有没有找回当年的感觉 找回往日的雄风了 找回往日的雄风了 觉得自己能找到女朋友吗 应该可以 肯定可以 好也希望啊 早日能够带上自己的另一半 然后来参加我们的钟摆超人 好 那我们的钟摆超人 也是吸引了很多的朋友 也希望有更多的 喜欢挑战的勇士 可以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记住报名电话 02585431818 或者是发送 我要报名到 13372002818 是 我们期待你的精彩表现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下一位选手 有请 爱女生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江苏巨荣的一名 实习护士 我叫乌贤惠 乌贤惠 小护士 哎呦 我就特别喜欢小护士 白衣天使 你平时会很细心吗 就护士肯定要了 是啊 细心是肯定要的 但是可能我胆子比较小 然后我们那批实习的人 都给真人打过针 就我还不敢 所以今天来这里 是来锻炼胆子的 所以说你今天来 是给天天打针的 喂 疼面胆子的吗 我胆子也很小 我很怕疼 作为护士啊 然后一定要就是 胆大心系啊 对啊 所以就是 心系有了 胆大可能还需要锻炼一下吧 因为你怕血 对不对 有些吧 有些 那今天来啊 其实也就是要锻炼一下自己 然后要突破自己 其实我心态还蛮好的 今天在我们来到我们的舞台上 挑战中百超人 觉得自己可以走到哪一步 几点钟 或者答对几道题 我能说仲在参与吗 仲在参与 你要到这里有信心 我觉得六点钟应该差不多 六点钟 六点钟已经很不错了 而且我告诉你啊 鼓励你一下 我们有女超人通关的 非常轻松 而且她平时也不爱运动 这个是让我最吃惊的 你在想你自己吗 我可能要挑战一下自己 所以呢 告诉你这些 就是希望你今天能够加油 要挑战自己咯 好 谢谢 加油 加油 乌贤惠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升降机上 我觉得她最大的优势就是 体重应该比较轻 对不对 而且是实习小护士 平时呢 呃 有一点点害怕给别人打针 那现在呢 也要尝试挑战自己 要迈出这勇敢的一步 乌贤惠我刚刚看到你的腿在抖 有吗 真的好高 好高 你敢往下看吗 不敢 不敢往下看 那你觉得你能抱得住吗 尽力二维 抱着住的什么感觉 感觉跟我好像不是一起的 要融为一体 紧紧地抱住她 这样才能够通关 好 乌贤惠准备好了吗 好了 好了 回答得好简洁 乌贤惠请准备 抱紧了 别松手 钟摆超人 终摆超人 Let's go 在同一平面内 永不相交的两条直线称为什么线 运行线 回答上去 孙男演唱的 I believe 是哪部韩国影片的中文版主题歌 神话吗 回答错了我的野蛮女友 电影卖兜的故事当中 卖兜锁上的幼儿园叫什么 网民小学 回答错误 春天花花幼儿园 2012年欧洲冠军联赛总决赛中 哪支队伍通过点球大战 首次夺得冠军杯 抓住抓住 回答错误 经过近六个小时的大战 成功未免 2012年网球公开在南单冠军的 塞尔维亚职业网球运动员是谁 抓住抓住我吗 回答错误 小哥 说的是一辈子 差一年 一个月 一天 一个时辰 都不算一辈子 出自陈凯歌导演的哪部 经典电影 抓住抓住 陈凯歌的经典电影 哪一部 是我吗 不是 回答错误 时间到 恭喜无限会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居然成功了 居然成功了 自己都没有想象到 对不对 对 你本来以为 你自己会在几点钟的时候 掉下来 他觉得六点 六点钟掉下来 结果现在 居然通关了 而且我告诉你 你答对了一道题 对了一百万 他出了奖金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 奖金已经不重要了 最重要的是 他成功地站在我们的舞台上 而且通关了 我跟你讲 真的超划算的 来我们舞台 又可以练胆量 还可以 还可以赚奖金 我相信他现在跟我 一定是一样的兴奋 再次恭喜无限会 挑战成功 恭喜 马上有请下一位选手 有请 有两下吗 来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童子林 是一名在校大学生 今年21岁 在校大学生 生意也很不错 天天你知道吗 今天 在这一期节目当中 我最期待的就是她 为什么 因为刚才在看名单的时候 童子林 我一看 觉得肯定是一个美女 一直等到现在 结果 结果 结果怎么了 一定令你们很失望 是吧 因为子林的林 是王志堂 然后两个木 确实会让人觉得 是个女生 一上来 就颠足球 感觉是你运动爱好者 是的 因为这个 从小踢这个足球嘛 然后现在是我们 学校对的成员 就是感觉足球 腿部力量会比较好 但是 其实我们也需要 一定的臂力啊 臂力量怎么样 还可以吧 还可以 我是觉得 她的肌肉 还蛮发达的 刚才我说 那个身材比较好 你说是 你说是虚胖 这个你怎么知道 这个绝对是死状 你看从侧面 那穿的是紧身衣啊 这个看不出来吗 好有心机啊 来秀一下肌肉 还不错 因为学生能练成这样 还不错 那你今天来到 我们的钟摆超人 有没有信心 有 有 能拿走多少元 看问题的难度吧 看问题难度 感觉一到 回答问题的时候 就不是那么自信了 是 但首先我们要思考的是 抱紧我们的钟摆 不要动手 对不对 好 希望加油 子凌请准备 加油 爱好运动的子凌 哇 哎呀 看她的身材 好像健美教练哦 没想到 她还是一名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 是 而且还是足球队的成员 嗯 你看她其实肌肉还比较发达 这样子的话可能 呃 抱紧我们的这个钟摆呢 是有一定力量的 又是踢足球 腿部力量不成问题 就看你能回答对几道题了 你感觉抱住的抱得好紧哦 子凌 感觉怎么样 感觉还行 能抱得住吗 能 能 感觉你这个腮帮的拳 脸有点变形了 没关系 这个时候形象是次要的 形象是次要的 对 奖金是真的 对 能拿走奖金 还是王道 子凌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子准请准备 抱紧了 别松手 钟摆超人 Let's go 请听题 联合国安理会的 五个常任理事国 除了中法英美外 还有哪个国家 俄罗斯 回答正确 中国象棋中 哪两种棋子 一旦被吃或者被困死 则棋局结束 将和帅 回答正确 主演了泰坦尼克号 和盗梦空间的 美国好莱坞男明星是谁 迪卡布里奥 好莱坞影星 米可基德曼的前夫 是哪位著名男影星 特务克务斯 回答正确 漫画IQ博士当中 以大框镜和戴有翅膀的帽子 而闻名的形象是谁 我知道 过来下一题 回答错误 电影画皮的主题曲 是由哪位有着海豚公主称号的 内地女歌手演唱的 张乐颜 回答正确 有迷幻王子之称代表作有 说谎你是我的眼的台湾 新年代人系歌手是谁 李永迦 回答正确 由凹凸不平的玻璃组成了镜子 时间到 恭喜 哎呀 哇 不错诶 成功了 成功了 知道自己答对几道题吗 五道吧 五道吧 数学不太好 六道题 而且最难得的是 他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兔字归音都是能的到位 这样和帅 哇 太棒了 回答对的六道题六百元 恭喜 恭喜 谢谢主持人 好 看来啊 有一个很好的身体经常坚持锻炼 包括有个很全面的知识面 是非常重要的 是 就像我在节目一开始说的 越到冬天 大家越要注意我们的体育锻炼才是 好 再次恭喜你 恭喜子凌 恭喜 好 马上请上下一位选手 有请 嗨大家好 我叫王俊辉 来自江苏曲州 是一位短跑运动员 你讲话做得好快哦 是 为什么短跑运动员会穿着篮球运动员的衣服上台 因为我喜欢篮球 喜欢篮球 然后 因为柯比喜欢夫人 哦 喜欢姚明 也喜欢 也喜欢 喜欢西瓜太郎吗 嗯 还行吧 还行吧 那你为什么留着西瓜太郎的发型 因为我喜欢魔鬼头离奇 哦 喜欢魔鬼头离奇 因为你是哪里人 我是徐州的 对 李奇也是徐州的 觉得是徐州的骄傲 对不对 对对对 你会唱歌吗 嗯 不会 不会 就单纯的喜欢他 对不对 有了他样的发型 对对对对 你是短跑运动员哦 一般短跑运动员 哦 哇 你看 小腿肌肉确实还蛮发达的 哎 不错不错 还可以 但是我们这个项目 短跑是爆发力 对不对 我们这个项目考验的是耐力 耐力怎么样 耐力肯定行啊 肯定行啊 你不要吹牛了 我们之前有练过五千米的 对 然后也是掉下来了 那我尽量吧 我尽量 你说他就没信心了 对 你说就感觉立刻捞掉了 为什么会想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因为 这个节目其实真的还蛮好玩的 我希望来尝试一下 尽量坚持一圈 然后回答对很多题目 就可以拿走奖金了 小蘑菇头 蘑菇头加油好不好 加油 加油 蘑菇头 王旭辉 练习短跑的一位选手 是 很有混搭风嘛 对不对 篮球运动员的衣服 然后 转跑运动员的腿 还有 西瓜太郎和蘑菇头的发型 对 就各种混搭 就在他的身上体现了 但是我 我对他还蛮有信心的 第一 他感觉呢 体重不是很重 然后呢 臂长退长 然后能够抱得住 我们的这个柱子 你现在感觉怎么在尝试什么 看一下滑不滑 看一下滑不滑 那你觉得滑不滑 还是比较滑 还是比较滑 滑的话就一定要注意 把自己的手臂要捏紧 要抱住我们的柱子 好的 放心 我有信心 我有信心 他会有信心 你看他笑容很灿烂 好 王旭辉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准备 抱紧了 别松手 钟摆超人 Let's go 请听题 诗词 问世间 情为何物 下一句是什么 只叫人生死相许 回答正确 英国哪个地区的男子 传统胡适式格子群 什么情 说什么 回答正确 被称为骑在阳背上的国家 和坐在矿车上的国家 是哪一个国家 不是 回答错 澳大利亚 用以表示书籍 篇章 歌曲等名称的标点符号 是什么号 是什么号 回答正确 北京奥运会会挥是一枚中国印 请问印章上的人形 是由什么汉字演化而成的 不是 回答错 经 俗话说 哑巴吃黄连的下一句是什么 回答正确 辣妹子通常是指我国哪个省的女性 加油 回答错 湖南 胡桑和东赢是我们对亚洲哪个国家的别称 是吧 回答正确 与基雍梁宇生并称为中国武侠小说三大宗师的著名武侠作家是谁 时间到 时间到 恭喜通关 哇 蘑菇头你是最棒的 而且在那上面答题信心也很不美 道题不知道的时候也会很有信心 不知道 不知道 除了不知道之外呢 回答对了五道题 所以获得五百元 恭喜 现在什么心情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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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自己是不是最棒的 最棒的 以后要不要继续来参加 要 好 谢谢 谢谢你的参与 好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选手 有请 你们两位哦 来来来 大家好 我叫马林中 来自江苏徐州 大家好 我叫王燕 来自江苏环 现在在南京的一家快捷酒店 上班 这是我的同事 你不用着急解释 对啊 这难解释 解释就是掩饰 对 真的只是同事吗 对 只是同事 我们不相信 刚刚两人一出场的时候 就 对啊 没有 我们是比较好的同事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单身 因为都是单身 他的意思是 他们两个彼此还有机会 对啊 你说那么多同事 干嘛就 就指代他呢 你说说他的好处 他平时 你别看个这么小 其实劲和胆都挺 都特别大的 劲和胆子都特别大 对 他那我们那酒店里的水 他自己都可以扛得上去的 水有多重 就是那种纯净水吗 对很大桶的那一种 19升 哦 你自己扛上去啊 对 特别厉害 那不找男生扛吗 他扛不动是吧 因为他是女汉子嘛 哦 女汉子 哪有这样说 那你呢 那你讲讲他 他嘛 别讲好的 他也没想讲你好的 来大家看一下他 是不是他朝那边一站 就是一个特别内向的人 不会说话 没有啊 他刚才普通话说的挺好的 对啊 但是他一看都下 就是一看 光看就觉得他不会说话 但其实啊 他说的特别好 胆子特别大 所以呢 同事就让我们过来参加 有一次啊 就在那个厨房啊 看见一只老鼠 大家都特别害怕 就他上去 蹭了一脚 然后老鼠就白白了 那今天来 你觉得他有 有信心能够通关吗 我觉得啊 到六点还是没有问题的 我觉得他到六点 是没问题的 他觉得你只能到六点 他就是胆子大了 就是胆子大 他的意思是 你只有胆子大 但是没有力 希望他到十二点 我尽量 好 那谁先来 我先来吧 好 男生有请 马晨忠 哇 这个镜头招招手 感觉 还是很放松的 其实从上场到现在 我都没怎么见他笑过 可能在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 哎呀 表情有点不自然了 哦 越来越高了 马晨忠现在感觉怎么样 还好吧 有点恐高 有点恐高 在你的女同事和好朋友面前 千万不能丢脸呀 你以为不是说你胆子大吗 对 胆子大 要撑过六点 好 马晨忠准备好了吗 好了 请准备 抱紧了 别松手 钟摆超人 Let's go 俗话说 一夫当关 下一句是什么 万夫莫堪 我给大声去 俗话又说 英雄难过哪一关 内人关 回大声去 动画片树猫尾当中 小智的第一只神奇宝贝 叫什么名字 我 回答错 Pikachu 日本漫画千语千询 龙猫等等的作者是谁 我 回答错 宫崎俊 最近举办的 诺亚方舟巡回演唱会 是哪个台湾音乐组合 回答错 五月天 诗经当中 执子之手的下一句是什么 回答正确 哎呀 坚持住 瑞星杀毒软件的标志是什么动物 不知道 企鹅 回答错 五狮子 以莫须有的罪名 毒害了名将岳飞的奸臣是谁 不知道 回答错 秦桧 传说当中 黎猫换太子 一案是被哪位官员查明平反的 不知道 哎呀 时间到 恭喜 过关 哇 回答对了三道题 获得三百元 给你的好朋友 跟大家讲一讲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他很喜欢 就是你的手 待会儿要这样扣着 不要这样 然后这个脚 待会儿先把这个上来 这样就比较好一点 恭喜马真正 到我们中间来 恭喜 哇 哎 说实话哦 我没有看好他 结果呢 他就非常顺利的通关了 但是我觉得他在大概七八点的时候 有那一刻 那个时候我的手已经开始松了 可能大家也看到了 那个时候已经成这个样子了 嗯 所以千万不要有指甲 哦 一定要把指甲全部剪掉 然后有一刻的时候 你整个身子就就凑成一团了 对 然后我都后来慢慢的伸开了 真的很困难的 那你觉得要给他一些建议吗 因为他马上要上场了 在哪些地方要注意一些什么 就是那个手一定要这样扣着 手型 对 不要这样交叉 一定要这样扣着 扣住 然后那个腿就是 到后来你到三的时候 大概是从那时候 就把那个腿给搭上 哦 我知道了 一开始的时候呢 给自己省点劲 大概到三点钟的时候 腿再加住 这样子开始爆发所有的力量 是 还有一点要注意 就是要剪指甲 剪指甲 看一下指甲有没有剪掉 诶 指甲一点都没有 所以呢 刚刚这个问题不存在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加油 加油 王燕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升降机上 哇 我觉得这个高度对他来说 可能会有一些负担 但是呢 刚刚也说了 说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女生 刚刚同学形容她是女汉子 平时拎水啊什么的都没问题 相信有一定的比例哦 女汉子和孔高也不矛盾嘛 啊 你孔高嘛 孔高 孔高 加油王燕 加油王燕 记住她刚才教你的手型 对 刚刚呢 你的同学已经给了你很好的建议哦 那她现在站在高台上 你有什么要对她说的 充满信心 报警了 也撒手 注意手型 对对对 她也是选择了刚刚你告诉她的一个手型 如果你怕高把眼睛闭上 对 我告诉你哦 你就把这个当成你平时拎的那个水桶 把它抱住了 好不好 王燕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她好犹豫哦 请准备 报警了 别松手 钟摆超人 Let's go 行星体 骨质苏生症主要是身体缺乏哪一种矿物质 给我一个答案 骨质苏生缺少哪种矿物质 回答正确 通常夜盲症是因为体内缺乏哪种维生素导致的 维C 回答错误维生素A 以冰雕文明素有冰城之称的中国东北的哪座城市 号兵 回答正确 中国神话传说当中哪位神用五色石头护肩 加油 什么 脸 回答正确 全国各药品零售行业所悬挂的统一标志是什么颜色的实际标志 什么颜色 回答错误绿色 抓住 多打客服电话进行语音操作时会听到请输入卡号或身份证号按什么键解释 哎呀 好遗憾 一开始的时候啊就抱得很牢最后怎么会松手了 我是力气的可是手短了一点 还有有力气 然后呢可能就是这边扣住的时候没有像他手臂那么长就扣得没有那么牢是不是 那你今天感觉怎么样 那你今天感觉怎么样玩下来 特别开心啊本来答应说闯关之后要请他们回去吃火锅的 没关系 我已经拿到了 对啊你的好朋友已经有奖金了够吃了 谢谢 没关系 大家可以请你吃火锅 作为女生能够站在我们的舞台上已经是非常有勇气了 也希望你能够下次再来好不好 谢谢你们 是我们的钟摆超人看似非常简单 但是也是需要一些门道在里面的 要有力气同时还要有一定的知识面的积累 千万不要做出白费力气 但是拿不到奖金这种事情 所以说抱住我们的钟摆 同时要回答对我们的问题 两者缺一不可 没错 有体力有智慧 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记住报名电话 02585431818 或者是发送我要报名到13372002818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不见不散了 拜拜 明天见 拜拜